今早的正道经文取之一 彼得前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 我们一起开生 请大半孩子先到大半先 我们一起开生念 一二三 亲爱的 有火一般的考虑临到你们 不要奇怪 是否是遭遇最后的事 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 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的接下来讲员 我们的历劫弟兄 他是 大家 不然从哪里开始 不然从哪里开始 他就是我们母堂 产业管理的知识 现在还是 现在不是 他以前是产业管理的知识 他侍奉主好多年好多年 所以他也是创建集团的总执行长 跟Executive Director 他领导这间公司 从一个几个人的公司到几百人的公司 一直到上市 不简单的一个领袖 谦卑的领袖 凡他走过的路 都祝福了许多人 一个非常温柔 在事业上非常有干净 非常有眼见 然后在他的自己的职场 在自己的侍奉里面 也带领好多人信主 最可以让我了解到的就是他的两个姐夫 从不信主都信主 在他家庭 在他家庭 领袖中的领袖 我们就欢迎 历杰弟兄 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比较沉重的一个课题 虽然是一个沉重的课题 可是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 都曾经有想过这几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上帝是爱 那为何有那么多的痛苦 对不对 可是我们很多人可能 当我们在痛苦的时候 或者我们身边我们爱的人 在经历痛苦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是选择 不要去理会 因为你想不通 对不对 就不去理会 今年4月3号的时候 就大概是六个月前 其实当时我经历了一个 很严重的车祸 这是一辆车 这是一辆车子 这是一辆Well Fire 当时我 我的司机开车 我坐在后座 我们正在往这 以保的方向去 早上九点半 当时我还记得 我的椅子是侧着的 我是斜躺着 用着我的电话 还在做这些公司 然后突然间 我就听见很大声的 很大声的 砰一声 非常大声 然后我直接就看到 前面的镜子 都是全黑了 我看不见什么 全黑 看到我的司机 非常的慌张 动张希望 我就马上知道 是车祸了 当时我是有把安全带的 然后我第一个反应 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祷告 我说 主啊救我 就是那么简单 我说主啊救我 然后呢 我就找我的电话 我找到我的电话 我就马上 text给我的太太 我说 我 遇到了车祸 然后 我在text text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间我的手 就开始抖很厉害 那个痛开始进来的 抖得非常厉害 流冷汗 呼吸不了 我的肺部呢 基本上 我所受到的那个伤害呢 是我们叫 sit down injury 就是 其实是安全带 造成的严重损伤 因为当时我是斜躺着的 所以当那个撞机 撞下来的时候 可能几乎百分之百 都是集中在我的 肚子上 如果我是当时是做直的 可能还没那么严重 所以 直接在我的肚皮上 当时 其实我内部已经是 那一处血 大概有一公升的血 在肚子内部 非常痛 我根本就 呼吸不了 然后我再看 我才发现 原来 我前面那张椅子的背后 就是我前面 为什么有血 我在查看自己身体的时候 原来我的大拇指 我的脚趾 已经断掉了 然后我的骨头呢 刺破了我的袜子 穿破了 所以当时 非常非常的疼痛 就是流冷汗 当时是早上九点半 接下来的 整个波折呢 真的是不好受 因为当时路人就叫了 那个救护车 ambulance来 就把我载到最近的 就是Bito的 Bito Hospital 去到Bito Hospital呢 那边比较小的医院 他们只是专注在我的脚 没发现我的内部 其实是内处血 所以搞了两三个小时 照X光 然后才发现到 里面 这个严重 然后告诉我说 没有医生 结果又抬上救护车 再上去医保中央医院 去到医保中央医院 我那时候是不能动的 我躺着 当他们把我推进 那个emergency ward的时候 我基本上也吓了一跳 因为在emergency ward里面 我看大概有四五十个病人 在那边喊啊 痛啊 隐喊啊 全部都要急救 都没有医生 所以在emergency ward呢 我又在那边等了几个小时 没有医生 一直到我太太来 我太太来到的时候呢 就帮我办那个出院手术 等到我进到Pantai Hospital 已经是盘晚六点了 所以我九点半车祸 一直到六点 然后八点 就进手术室 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 身体上的那个痛苦 所以 我和一般人一样 我就会 我会问说 上帝为什么 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 做足了准备 我每一次开车之前 我一定会确定 我会跟我的司机说 你昨晚也没有睡好 不需要开快车 我们 时间很多 不敢 我一定会把安全带 我一定会跟他说 一个小时后停下来 到休息站去 然后再开车 所以 我已经做足了准备 那上帝为什么你还允许这样子的事发生在我身上 几个月前 我的一个邻居 他的名叫Vincent 他是住在跟我同一条街 那Vincent呢 是一个好好先生 每天星期六的早上 他就会 到他的花园里面 去修剪他的树木 叶子那些 那一个星期六早上 我刚好在家 我就收到一个text 说 他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就赶快赶过去 结果我看到 他的倒在地上 其实 那一天呢 他就在修剪 和以往一样的在修剪的时候呢 不小心从 那个梯子掉下来 一掉呢 头就直接打在地上 就当场就死了 所以当时我到现场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的尸体在那边 然后他的一个 他的太太 就 他太太是台湾人 就当时抱着他 在那边痛哭 我也吓到了 两个孩子 一个在英国留学 一个还小 当时我的心里在想说 他的太太要经历的这个痛苦 不单单只是 要接受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接下来 他一个人要 怎么样去 把这两个孩子 继续地照顾 继续地带她 所以这个 将会是一个持续 很久的一个痛苦 同样的 为什么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 大概两年前 我和我太太就收到一通电话 我们的同学 跟我们童年 其中一个是女 她就患上了 很严重的癌症 那时候我们 就要去医院去探访她 我们知道说 时间不多了 当时进医院的时候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其实我 蛮有准备的 我说 当我进去的时候 我看到她 我要说什么 如果她不清醒的时候 我要对她的家人 说什么 我要怎么样 我怎么样 因为 坦白说 我也一点紧张 可是当我进到 那个病房的时候 我一开门 我一进去 我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她在床上 她的脸是肿到 肿到一个 完全就是面目全非 其实当时我吓了一大跳 是很恐怖的 然后她呼吸的方法 就像 好像一只鱼 就是没有了水 一口一口 这样子的深呼吸 我就看到她的丈夫 她的三个孩子 还小 孩子很小 也是在床边 不断地哭 所以 当发生了这些事呢 相信你们 可能身边的人 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 到底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耶稣说 我来了是要让你们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可是弟兄姐妹 当时如果你是在这样的情景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是很讽刺 对不对 什么得丰盛的生命 那么的痛苦 几年前呢 我就读到一本书 Philip Yancey是一个很出名的 基督教作家 那这本书是叫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很好的一本书 所以我今天要透过这本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Philip Yancey呢 有一次他在美国的时候 他就捡到一个单张 一个pamblet 上面写说什么 上面写 The gift of pain 他就觉得很奇怪 Pain怎么会是一个gift呢 疼痛 痛苦 那怎么会是一个gift呢 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叫Dr. Paul Brand 的这个医生 后来发现到原来Dr. Brand 是一个很有权威的医生 他在印度美国行医非常多年 他特别的研究这个麻风病 麻风病 所以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经常提到的 Leprosy 麻风病 那他研究了一生 就是医了无数的这个麻风病人 他发现到 你们如果你们去麻风病 你们去宋外部落麻风病 你会看到很多他们的 可能手指断掉 或者手断脚断这样子 他发现到原来 不是麻风病的这个病菌 造成他的肢体的腐烂 还是断还是脏 不是 其实麻风病呢 是造成这些病人 失去了感觉 他感觉不到 就是你摸的时候 碰的时候 根本感觉不到 所以造成了四肢的损坏 是怎么样呢 其实麻风病是一种慢性的传染病 它会让你的神经线 你的呼吸道 你的皮肤还有眼睛 你会长这种肉牙 他们叫肉牙 然后你就会失去疼痛的感应力 你会失去疼痛的感应力 你会失去疼痛的感应力 你感觉不到 所以它是一个权威 他竟然说 他竟然说 Dr. Brand 竟然说 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 因为他创造了疼痛 这是不是很奇怪 怎么会有人 感谢主创造了疼痛呢 疼痛让那么多人 经历痛苦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呢 Dr. Brand 他就有告诉大家 他说 在他非常多的病人里面 他抽几个例子 来告诉我们 比如说 有一个麻风病人 他要修理他的这个椅子 所以他就拿着那个螺丝刀 School driver 他在转的时候 因为他感觉不到 他虽然抓得到 可是他感觉不到那个力量 他一转的时候 太大力 结果他手转断了 他的手这边就断了 另外一个呢 在美国的时候 他当时在美国 美国都有火炉 因为冬天很冷 他的病人坐在火炉旁边 在跟他对话的时候 突然间 他的笔掉进了 这个火炉里面 他这个麻风病的病人 马上伸手 到火里面 火堆里面 要捡那个笔 结果怎么样 Dr. Brand 马上知道 他马上就要为他 做这个治疗 因为都被烧 皮肤都被烧掉了 可是他感觉不到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病人在麻风病院里面 他就普通地这样走走 突然间他往后看 怎么一大堆血在地上 原来他的脚踩到了一个钉子 他自己也不知道 当他看的时候 他的脚已经受损很厉害了 因为拖着那个钉子走 那个钉子 拖着这样子走 还有比如说 还有一个小孩 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开门 当他开门的时候 太大力一转 手指断完了 所以 这个Dr. Brand 他发现到 麻风病人 他是多么的渴望 他可以有疼痛的感觉 你们明白吗 他们多么的渴望说 我希望 我可以有回这个疼痛的感觉 让我可以保护自己 所以 从这个角度看来 Dr. Brand说 疼痛的这个感应力 Pain 其实是一个警告的系统 It's a warning system 其实上帝造给我们的一个警告的系统 对不对 你要到火堆 你还没靠近 你感应到那个热 你马上 你的手就会输回来了 所以 这个 甚至在 Philip N.C的书里面 他有 给我们看这个研究 这个科学研究说 如果我们把一个人蒙上眼睛 你要 施多少的压力 在比如说 在他的舌尖上 他才可以感觉到 你在碰他 你看 舌尖上 你只需要 2g 2g 你的舌尖 就可以感觉到 有东西在碰了 手指呢 3g 手背 12g 如果是手臂呢 33g 脚底呢 要250g 所以 你想一想 如果舌尖 上帝的创作 如果舌尖 要250g 才感觉到的话 可能你 你在吃肉 咬到骨头 你嚼到你舌头烂了 你都还感觉不到 相反的 如果你的脚底 是2g 你就感觉到 我看我现在就在那边 跳到不行了 对不对 所以 你看这个上帝的创造 是非常完美的 这个是一个很 不一样的角度 去看疼痛 我们几乎没有想过 原来疼痛 其实是有益处的 而且它是productive 它是有生产力 它是会有成效的 那我 说了那么多 其实 还是没回答到 是上帝 可是为什么还有苦难呢 为什么还有苦难呢 疼痛跟苦难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看 虽然麻风病人 没有疼痛 他感觉不到疼痛 可是他是活在 苦难中 为什么 会有苦难呢 告诉你们一个故事 因为 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这个女生叫 Claudia 她是一个美国人 那Claudia 她的经历呢 基本上 跟我觉得 跟我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有点相似 Claudia 或者是Claudia 她当时 非常年轻的时候呢 后来她 有了一个很好的丈夫 结婚第二年 她就患上了淋巴腺癌 非常严重的淋巴腺癌 患上淋巴腺癌呢 她必须要接受 除了开刀 那个书上说 开刀要从淋巴这边 开刀到肚皮上 她还要经历 当时非常有破坏力的 这个辐射的治疗 非常痛苦 她当时不能吃 然后每天要躺在那个铁床 因为那个辐射的治疗 是要躺在铁床 很冰冷的铁床 她最痛苦的时候 她不断地问上帝说 上帝为什么你 我需要经历这样子的事情 为什么 然后她也希望 她的教会 她的朋友 都能够给她一个 为她寻找那个原因 为什么 她必须要经历 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呢 所以当时她在铁床山呢 第一个 从教会来的 一个朋友 一见到她就对她说 我肯定 你是做了得罪上帝的事 我肯定你是做了 上帝不学的事 来我们来祷告 希望上帝原谅你 你的痛苦就会过去 这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 好像有听过 所以这个人走了过后 他躺在病床上 非常疼痛地在想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后来第二天 教会的另外一个姐妹 这个是一个开心姐妹 professional cheerleader 带了花 带了四个本 然后带了礼物 去到探访她 就唱四个给她听 还讲笑话 还读经文 可是每当 Claudia 要跟她分享 她多么的疼痛的时候呢 这位姐妹就会 行哦 转话题 逼而不谈 就是要制造一个 非常开心的一个气氛 就这样子 一个小时以后 这个姐妹就离开了 到底要怎么样呢 她还是回到 她的迷惑 她的疼痛 有人笑啊 是不是很熟悉啊 有经历过这样子的 第三个教会的一个弟兄 他来到他就说 疼痛不是上帝来的 你要有信心 你不够信心 你要有信心 你跟我现在做 这个有信心的祷告 来我们叫这个痛苦 离开你 这个病痛就会离开你 你要有信心 这样子 过后祷告呢 跟她一起祷告过后呢 她还是 必须经历 这个病魔的 这个 攻击 然后第四位呢 可能是最属灵的了 她就来到 她说 我们凡事都要赞美上帝 来我们来一起赞美上帝 唱赞美诗 过后来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感谢你让Claudia 经历这样子的痛苦 这样这样这样 所以 最后一个呢 她 就 来到 医院里面探访 就跟Claudia说 你知道吗 你是被拣选的 你是被上帝拣选的 来经历这个痛苦 因为你有能力 上帝看得起你 像越伯这样子 那你的这个经历呢 你的痛苦呢 将会让到 其他的人 归向上帝 所以你是被拣选的 是不是很熟悉 有这样子的经历 到最后呢 Claudia说什么呢 她说 她一点 都不觉得受安慰 她也完全没有寻找到 为何 她必须要经历 这样的痛苦 我们 尝试一起去寻找 为什么 这个世界上有苦难 首先我们从 科学的角度来看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先明白 当上帝 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 基本上 他设了很多的定律 其中两个定律呢 第一个是科学的定律 什么是科学定律呢 科学的定律就是比如说 地心引力啊 你拿着东西 你放手 它一定会掉下去啊 或者是动力啊 或者是磁场 magnetic 或者是生物的生长原理 这些叫科学定律 所以上帝设了这个原则 为的是 让这个世界 能够美好的运行 然后呢 同时也设了这个 我们叫自由意识 至于是我们人类 我们人啊 我们可以选择 做任何的事 所以当上帝 设了这两个自然定律 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要守着这个原则嘛 他就难免 会 让 这个 苦难的发生 怎么说呢 比如说啊 我举一个例子 水 水很重要嘛 对不对 在自然定律里面 水是很 很滑 很柔和 我们可以直接喝进去嘛 不然硬的话 怎么喝呢 对不对 所以水是对我们好的 可是 你的自由意识 你有选择 如果你选择 跳进河里游泳的话 你就会有这个被 溺斃 被证实的风险 明白吗 明白吗 这个 当上帝是这个科学定律 和自由意识的时候 它可以成为 造成灾难的一个原因 比如说 今天 我在我的家前面 我种一棵树了 因为 很热嘛 太阳 这棵树呢 就自然长大了 我就有树荫了 我可以享受树荫 小鸟可以在树枝上 歇息 照窝 凶鼠可以找过诗诗 可是 任何一个人 他可以自由地 来到这棵树 把可能最初的 那棵树枝摘下来 成为一个攻击的武器 来攻击我 或者攻击别人 所以 我们从科学角度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灾难的形成 它其实是有 在这两个原则下 会形成的 比如说 我还记得 我的女儿 我的大女儿 请勤 她出事的时候 那我很 要让她快乐嘛 对不对 我就 买了一个婴儿车给她 她就 坐在那个婴儿车上面 很开心 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 然后呢 当她 要往地下 要拿一个玩具的时候 她就把整个身体 就靠一边 失去重心 结果 她就 掉在地上 打到头 就哭了 哇哇她哭了 你看这个是科学定力 还有她的自由意识 而造成 她的这个疼痛 所以 但是 我们还是不明白 上帝 你是万能的吗 你为什么 要允许这个痛苦呢 圣经里面 有没有人问过 上帝 上帝啊 为什么 会有这个困难呢 你们读过 月博记的 你们都知道 我们 看一看月博记 月博呢 是直接的问上帝的 因为 月博很可怜 月博这个人 他真的遭遇了 失去了 太太 失去了 孩子 他的财产 全部没有了 身上还生得很严重的 这个皮肤 非常非常非常的苦难 当时他三个朋友 为了要安慰他 是处于真心的 爱护他 要安慰他 就来找他 结果他朋友跟他说什么 你一定是犯了 罪 所以 受苦受惩罚 很相似 跟之前的那个 很相似 对不对 这个是圣经里面记载 另一个朋友说 上帝有他的大计划 只是你不懂 所以你不要再埋怨 你生气上帝 是因为你失去了很多 所以你生气上帝 不要生气上帝 然后 越大的罪 会召来越大的灾难 你的灾难那么大 我看你应该是犯了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的罪 非常相似 那 月博呢 完全拒绝 他朋友所说的 他除了拒绝以外呢 他还 非常表明地说 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我是清白无辜的 他甚至 还埋怨上帝 还挑战上帝 你看他说什么 他说 我的罪孽和罪过 有多少 上帝 我有多少罪过 求你 你给我看啊 你为什么不见我 当我是仇敌 让我受那么多的痛苦 然后他向上帝发言言说 唯愿我能知道 哪里可以找到你 上帝 我要找到你 我要走到你的台前 我要跟你 我的案件 我要跟你成名 就是要跟上帝 好像有一点 要去辩论这样子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你要让我 这样子的来受苦 所以 岳伯当时 非常非常多的埋怨 上帝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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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有没有回答他呢 有看过岳伯记得 知道吗 上帝有没有回答他 上帝有 上帝怎么样回答他呢 上帝发言 回答岳伯说 那时耶和华的旋风 在旋风中 回答岳伯说 你这无知无事的言语 使我的旨意 暗昧不明的是谁呢 我现在 要你 如勇士索摇 我要问你 我要告诉你 所以上帝呢 他是以一系列的问题 问 他其实回问岳伯 来回答他 他是以 上帝以 大地如何被造 天上的万象 如何被护理 还有动物的自然界 如何生活 这样子的方式 来回问岳伯 好像我们讲 好像在有点 呆 那个岳伯 呆累 呆这样子 所以你在 经文里面 你看到 岳伯记38 他就说 我 垫地 大地根基的时候 你在哪里 上帝是有一点 讽刺心的 你如果是聪明的话 你说啦 所以这些照片 都是在 岳伯记里面 上帝让岳伯 看见的 比如说第12节 自你有生以来 你有没有吩咐过 成光照耀 你有 22节 你沉入过血库吗 23节 这些血炮 是我为 降患难的时候 为打仗和争战的日子 所存留的 所以上帝让他看见 你看 我做了那么多 你做得到吗 你明白吗 这些照片 也都是上帝有提到的 他说 野山羊的产气 你知道几时吗 你看看河马 你看看他的力量 你看看尾巴 等等的 所以 上帝 让岳伯看到了 一系列他伟大的创造 来回答 他的埋怨 到头来 我想问大家 岳伯的问题 上帝有回答到吗 其实上帝没有直接 回答岳伯的问题 为何 会有苦难 没有上帝 看来他是有意的 他不要 好像一步一步 很规划式 用逻辑 来去解析说 为什么会有苦难 没有 其实上帝 只是说了 你看 我的创造 你不要埋怨 你必须要知道 我是信实的 上帝说 你要相信我 上帝有回答到他的问题吗 没有 上帝一直说 你要相信我 不要把埋怨 把重心 放在问题上 就是说 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上帝这样子的回应 他其实主要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他就是说 岳伯 就像你和我一样 我们是没有可能 没有办法 明白 这个生死的奥秘 简单说 我们被创造的时候 我们没有被创造成 可以明白 上帝 为什么会 允许苦难 在这个世界上 上帝只说 相信我 比如说 刚才的例子 当我的女儿 她从这个婴儿车 掉下去的时候 碰到头了 我就 从那天开始 我就把这个婴儿车 收起来 不给她玩了 她就 哭啊 闹啊 哭啊 闹 你说我有没有可能 告诉她说 她是一个婴儿吗 我也没有告诉她说 你不行 你坐这个婴儿车 如果你的重心 完全放到一边 你低心引力 你就会掉下去 打到头 打到这里受伤的话 会影响你的血管 什么 我不可能告诉她这些 我只能抱着她 跟她说 请勤 你相信爸爸 你相信 爸爸 你相信爸爸 是为你好 这样子 所以 上帝跟岳伯的对话 上帝只说 你看我多么伟大 我的能力 所以你要相信我 我会照顾你 我是爱你的 你是没办法明白 可是我会与你同在 你要相信我 那 非常多的经据 在圣经里面 有说 我们要相信上帝 那 上帝有没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几次可以明白 有没有 其实 是有启示的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有这样的一句话 保罗 他说 我们现在 是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 很多的人就相信 到那时就是 有一天当我们 到天堂的时候 我们就要面对面了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只是一部分 到那时 我们就完全知道了 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们一样 所以 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有盼望的 所以我可能可以跟 我的女儿请你讲 到那时 你就明白了 现在应该明白了 这样子 所以 我们被创造成为 在这世上 我们不可能知道 明白吗 接下来上帝还说了 什么关于困难的呢 这一句非常非常的重要 上帝说 我们晓得 上帝会让万事互相效力 大家都非常熟悉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就是按他的旨意 被造的人 万事互相效力 就是说 上帝可以把 不美好的事情 只要你依靠他 他可以转变成 美好的事情 来祝福你 或者是身边的人 来荣耀上帝 所以上帝是可以 借着这个痛苦的机会 转变成好的事情 所以这个苦难 其实是有益的 是有生产 是productive 给我们 真的是完全一个 对我来说是一个 完全全新的角度 去看待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有一个故事 跟大家分享 这个 这个女生呢 她现在还活在 她的名字叫Johnny 其实是一个 女性的名字 从Johnny 就是翻成的 Johnny 他的 Johnny 他的父亲 其实是代表美国 奥林比克的 其中一个运动员 所以他全家 从小就是非常 强在所有的运动项目 包括他 都是十项全能的 在运动方面 可是在他18岁的那一年 有一次他在家附近的一个 河游泳的时候 他就跳入水里 他当时 他就低谷了那个 高谷了那个水的深度 他以为那个水很深 其实很浅 所以当他向前这样子 跳下去的时候 他的头直接打在那个石头上 所以就全身瘫痪 18岁的时候 那时候非常痛苦 你可以想象 他非常的愤怒 上帝你为什么 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他失去了他的 放弃了他的信仰 他也显入了忧郁症 两年的时间 有一天 就是在医院 不断的去治疗 有一天 他的一个朋友 就很无意的 就跟他说 因为他还是非常的愤怒 他说 你知道吗 经历这样子的 这个瘫痪的受苦 不只是你一个人 连耶稣基督也经历过 他就很奇怪 他说 你到底在说什么 他说是啊 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的手脚都被钉 他基本上是瘫痪的 所以他经历的痛苦呢 是你现在所经历的痛苦 所以 这个Johnny 他在他的分享里面 他说 当他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他突然 忽然间感觉到 原来上帝是跟他 那么那么的亲近的 他心里非常的感动 马上 马上感觉到 其实上帝一直都 跟他在一起 没放弃过 所以那一刻开始 他就问 上帝 你还能使用我做什么 我还能继续的敬拜赞美你吗 从那一刻开始 上帝就跟他 一起在他身上动过 然后他就成为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眼术家 也写了非常多很好的书籍 他祝福了非常多人 所以最后他说了这句话 他说 I thought my life had been crushed 就是和所有受苦的人一样 我以为 已经完了 我的这一生已经完蛋了 But with the help of God and my friends it has been rebuilt 我被重建了 Now can you understand why I'm so happy? I recover what I thought would always elude me Life in all its fullness 所以他经历了这个 上帝让万事效力 把不好的事情 透过他 祝福很多人 祝福他 后来他有很好的一个家庭 当时我发生车祸的时候 我就第一件事我就祷告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真实的 我一祷告过后 在我耳边 非常清楚地 不断地唱这一首诗歌 就是宝贵释迦 我也不懂为什么会是这首诗歌 宝贵释迦 一直唱就是 宝贵释迦 主耶稣 我福福敬拜你 一直在唱 从九点半发生车祸 一直到八点 我进入那个手术室 被麻醉 这首歌一直在我耳边唱 当时我非常清楚 虽然我不能动 我在那个救护车上 有一个Nerds坐在我旁边 我一直听到这首歌 我还尽量勉强地起来看 在旁边是不是有一个收音机 还是什么东西 在播放这首歌 非常非常清楚 上帝没有让我 减少任何的痛苦 可是 他让我知道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所以其实当时 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是没有害怕的 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 我知道 上帝必定会 让万事效率 把这不好的事 变回好的事 所以我不要把我的焦点 集中在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的焦点是发生在 我放在上帝 我期待 你如何把这件不好的事 转变为美好的事 我要看 我要盼望 所以当时我是这样的心理的 后来呢 我在 整个过程中 我在教会 我在医院 我住了七天 两天的ICU 五天的这个 intensive care的这个病房 我整个过程中 我现在坦白说 我当时觉得好像 上帝好像当我是婴儿 这样子 抱着在照顾 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被照顾到我未不知 然后当然同时 朋友的这些关怀 那个SMS text到我的手机要爆炸了 然后教会的关心 为我祷告 非常多人要探访 到我必须要拒绝说 推迟一点 这些真诚的关心 真的让我非常感动 然后我也听说 我的公司里面的资源 突然间很勤奋起来了 让我最可贵的就是 我在一个月在家里的 这个疗养的时候 我妈妈就不断地照顾我 我感觉上 我上一次 我妈妈这样子来照顾我 好像是我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 到了中学 我住宿舍 然后大学就离开了 所以 非常宝贵 跟我妈妈有了 一个月的时间 非常多的沟通 二三十年来 非常宝贵的沟通时间 所以 我非常珍惜这个时段 当时 专科医生 specialist告诉我 你要过了三个月 你才进公司 才去上班 你要过了六个月 你才开始做一些 小的运动 可是感谢主 过了一个月 我就去上班了 我不是说 很紧张要上班 可是我感觉良好 我就 一个月后我就上班了 第三个月呢 七月多的时候 我就爬上了沙巴的猫KK 对 感谢主 非常非常的奇妙 所以 当时 我是 我是非常期待 看见上帝 如何在我面前 在我眼前 来万事效应 那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的这个朋友 患癌症的这个朋友 我们探访了他 过两天 他就去世了 那 后来我听说 原来他 去世前的一年 他已经接受了主 他接受了上帝 所以 我非常 非常的有信心 说 首先 他到了天堂 上帝肯定会给他一个荣耀的身体 像在圣经里面记载 另外一个 上帝必定在他的家人 孩子 丈夫 身上动工 让万事效力 把不好的 变为 美好的 所以 上帝还说了些什么呢 上帝说 你们不要觉得奇怪 有苦难 所以 如果你们传福音的时候 你跟人家说 你信了耶稣 你就没有苦难 这个不对 上帝没有告诉我们说 相信了上帝就没有苦难 不 上帝说 你相信我 你有苦难的时候 我必定与你同在 上帝说 有苦难 不要觉得奇怪 要欢喜快乐 不是叫你说 哇 很痛啊 很快乐 不是啊 不是这样子 虽然我们很痛苦 可是我们心里 必然 还是有 欢喜快乐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盼望 我们可以期待上帝 我很痛苦现在 可是我知道你与我同在 我要靠着你 我要看 我要看你如何把不好的 变为美好的 因此 我们要欢喜快乐 明白吗 所以 上帝还说 上帝关心我们的痛苦 上帝知道我们的痛苦 因为他经历过 上帝也答应 他必与我们同在 所以 弟兄姐妹 我们自古以来 非常多的哲学家 宗教家 就不断地要去解析 要去寻找 为什么会有苦难 有一些 他就告诉你 结论就说 我们要对苦难 视而不见 你不要管它 有一些哲学宗教 他就说 是轮回 报应 有一些就说 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做 活在这个世界上 做越少东西越好 那你就会 越少苦难 那这些都不能完全解析 为什么会有苦难 我们基督教 圣经 我们的上帝 也没有尝试去解析 为什么会有苦难 可是 上帝告诉我们 不要把焦点放在 为何会有苦难 因为 你们无法明白 有一天你会明白 你要相信我 你要相信我 我会把不好的 转变为美好 所以 弟兄姐妹 如果 今天 这个时候 你是在经历着 某种的痛苦 可能是 疾病的痛苦 或者心灵的痛苦 或者是 你身边的人 正在受苦 你有选择 你可以选择 继续的埋怨 继续的愤怒 继续的把焦点 放在这个 为什么我那么不行 你可以自怜 或者你可以选择 告诉上帝 上帝 我相信你 我要享受你的与我同在 我期待 我喜乐 因为我知道 你必定把不好的 变为美好 所以希望 这样子的分享 可以提醒大家 我们必须要 为苦难的到来而准备 不要觉得奇怪 心里要有准备 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坚强的 靠着上帝 来度过 喜乐的 来期盼 上帝把不好的 转为美好 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 利杰弟兄的分享 让我们一首诗歌 我们也接着一些祷告 来到上帝面前 是的 苦难应该是 帮我们带回到 慈爱的 天父的身边 当然 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要了解 知道 我们并不是一个人 去面对的 我们是陪伴的 也许我们不用解释很多 但就是陪伴 就是帮助 就是供应 就是了解 这个过程当中 是怎么样的一个痛苦 让我们一起的来 经历上帝的实在 那真的苦难没有得解释 不过我们有上帝 引导我们 我们相信 现在看不清楚 有一天我们要问他 好吗 有一天我们问上帝的时候 会问他一下 为什么这样子 相信那时候 上帝会给我们 很完满的一个解答 我们一起来信靠神 神说 祂请听我们 神说祂知道我们的心意 祂要刚强我们 祂要侧耳 请听我们的祈求 我们就是来信靠祂